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遥 我给你加个亮 这不有了吗 一盏不够水凉凉 要不你看看 小子 什么意思啊 你就想干什么 没什么 我觉得咱这部队已经安排完了 是不是该看看了 看什么 你看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都看见了 那天咱走的时候 那天又走了 都偷偷的塞个隐藏纸条了 看看 我看不看关你什么事啊 我知道了 你真是看完了 你给我讲讲上面写的啥 写的啥 写的啥 上边写的 我不告诉你 你不说我都能猜到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给你讲讲 我给你讲讲 抽禁哥哥 我 蛾 蛾 是不会把你忘了的 你也不要把蛾给忘了 你啊 要照顾身体 重点是 要对满腿好 满腿小啊 得多吃肉啊 对不对 你以后也不要再对满腿发脾气了 否则你回来 我 就再也不理你了 臭小 初长 我来跟你说点正经 说吧 那天你走的时候 你注意到那燕府处长的表情没有 燕府处长 怎么了 我 那天 哎呀 這個 这个不好说也说不好 我觉得他那个表情 那天有点那啥 啥呀 我觉得吧 他那表情好像是有点 喜欢你啊 又胡说八道 再胡说我就揍你啊 不是 叔长 我那天看得真真真的 真的我没骗你 行了 别这是忽乐了 走 跟我去趟上队长那 队长 叔长 大叔 走 走 是 你们俩都精神点啊 是 叔长 我 那 叶徐健 玉秀 你怎么来了 那今天来呀 是转门向你捣鞋的 捣什么鞋呀 那还用温 如果不是你把 那要加人的消息告诉他 那可能就梦了今天 就是因为这事啊 来来来 快坐下 叶徐健 纸走 谢谢 笑 今天除了过来感谢我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啊 是不是想他了 想知道他的消息啊 他才刚走 能不能想他 真不想 笑 其实 我挺明白你的感受的 这份感情对你来说 挺不容易的 你想他 说明你心里面 时刻有着他 叶徐健 那今天来还有一位私 向请你帮忙 什么事啊 我想跟奶奶结婚的时候 请你给奶奶挡饼相 行 你俩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来 那就谢谢你了 没事 回报 进来 严副市长 刚接到住室上电报 他和李满屯 已经到达了特务队 听到了没 他已经安全到达特务队了 这事可以放心了吧 嗯 那个就放心了 嗯 那叶徐健 你那钱忙 那钱揍了啊 嗯 谢谢你 不客气 来 金太毛 报告上 还说别了没有 哦 他们将特务队 分成了两个战斗小组 相互依托 不给定人任何的可称之机 嗯 他们这么做是对的 立刻向上级汇报 是 您还有事吗 哦 没了 早点休息吧 好 我说 这个处长 让咱们丙飞凉露 这个办法很好啊 嗯 好 那上了上了 看看下一步 这个小鬼子 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咱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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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一下 嗯 你想想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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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呢 等你呢 开会 来 坐 来 我跟你们说 根据之前的排查情况来看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小鬼子就在咱们附近 这一带的居民大部分又都迁走了 余下很多空房没人住 这就给小鬼子藏身啊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已经和老百姓都打好招呼了 只要看见陌生人就立即向咱报告 嗯 不过这还不够 也不排除小鬼子化妆潜入的可能啊 不能放松排查 处长 您放心 这一带呢 人员洗烧 只要有科医人员进入 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应该说 这一带已经在咱们掌控出来 处长 我有个建议 不知道能不能行 你说 处长 我们现在本来就在民处 不利于发现敌人 不如我们全部花装长毛百姓 潜藏在那些没有人居住的民房里 守株待兔等小鬼子出现 您看怎么样 这可办法好啊 图长 可以试试 这个办法还真可以试试 对付小鬼子所谓的特种部队 我们也要搞一点出奇的办法 未经许贡猜 未经许贸 4公寨 都ión 非ừa 书长 我感觉声音是从咱们营地那边传的 上去啊 有 离开队伍 跟我走 是 走 走 走 快 打 走 小鬼子 都追了你 小鬼子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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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小鬼子 你没事 我马上送你下医院 剑制住 回来吧 别拉我 别拉他 我这 把我这封信给揭住了 剑制住 小鬼子 我送你下医院 好了 你亲手交给他 女人 我知道 女人 女人 我病人 人 一辈子 都让你 听不过 走 都让你 你 救了 我 你 你 以指队的战士们 都写上了 一个都没出来 真的是日本人的特种部队 是 我方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包括侦察员李然同志在内 我们一共牺牲了16个人 老李啊 你看 我们要不要加派一支部队 去增援一下周近 特种部队的作战风格 就是机动灵活 调大部队上去 未必能够解决时日问题 再说 调动留守部队 也争中了敌人的下怀 他们要的 就是扰了我们的视线 那周近呢 他顶得住 老方啊 你想想 这里面怕是有问题吧 敌人的这支小部队 完全可以更加隐蔽地潜入我方 可他为什么一过黄河 就早早地暴露自己的行踪呢 报告 去 首长找我有什么指示 情况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 你来 说说你的看法 我认为 敌人分明就是 故技重施 他们明目张胆 过早地去暴露自己的行迹 我想 一定是在给什么秘密行动 打掩护呢 发现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这倒没有 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人 密切关注一切可疑现象 做得好 我倒要看看他们耍的是什么把戏 都振作点儿 别垂头丧气了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保持冷静 保持斗志 来 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咱们目的只有一个 绝不能放走一个小鬼子 要为咱们死难的兄弟们报仇 先先说说 部长 那我先说 好 你说 我建议啊 咱们都划长成老百姓 这样不以为鬼子发觉 起码避免了我名敌案的被动 但这回小鬼子火力实在还不 咱要是硬拼硬的干 恐怕没什么便宜可占的 我同意老李的意见 小鬼子 你个狗日的 抖着券子 高突然袭击 处长 咱那小个发子 狠狠地咬他一口 我说 跟他废话干嘛呀 面就面直接跟他拼得得了就 你坐下 可 坐下 这帮小鬼子不敢跟咱正面交锋啊 这 这山这么大 咱们人手又这么少 咱们到哪里找他们呀 处长 我看还是给家里发个报 派队伍来支援咱们 围剿这帮小鬼子 不 绝不能跟家里边请求支援 一旦动用了留守部队 势必造成一安的防御空虚 那样的话 很有可能中了敌人的奸计 再说 这是咱们编宝处的人 靠兄弟部队帮忙 我周近丢不起这个人 处长 你是不是 有什么办法了 不能小看这伙鬼子 他们不仅装备精良 而且极其狡猾 就算我们想跟他们正面交锋 他们也未必应战 大家想想 这次他们偷袭得手了 一定想乘胜追击 所以 我们只要耐心等待 不愁他们不主动露出脸来 诶 欲侵不纵 这个办法好啊 这伙小鬼子 肯定是急于吃掉咱们 这样一来 不怕的不上风 让小鬼子血债血缓 血债血肠 让小鬼子血债血肠 对 让他们血债血肠 为兄弟们报仇 不让他们火了 能血血肠 对 血血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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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育 血 quarter 血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宋 请你取分 胡叶军 你目前的任务 是要脱足八路军 探知德国队 并司机将之消灭 办脱了 你还有你们两个 我停好了 马上下山 一定要给我找到 八路军的拿着特队 是 publishing atoon 词 董 词 词 老扣子 你喝大水 这老赏淡浪同水去 是 那个 谁 你到门口站岗去 点天点天 放那个屋里 里边那屋里 部长 我给你倒杯水去 喝有水 不喝 那我给你倒点水洗瓦点吧 去吧 去帮大伙干点什么 我能帮他们干什么 我也去帮着吃饭 我 我干的什么 我批着这个 老扣 安排两个哨兵 到村口去站岗 他们真的在那儿 是 绝对没错 他们今晚真的要住在那个村子里吗 是 我看见他们住进去以后 在打扫卫生 淡水批柴 还在村堂加强了警戒 还看见他们的武器 全非八路军普通部队的装备 好 今晚 他们真的要住在那里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通通消灭 是 是 都给我听好了 今晚这一仗 一定要像头两次那样 干净力复 要打出我们大日本帝国特种部队的位子 是 是 现在 大家养精细锐 燕碗出发 没有 师傅 男党 可 安 女党 不介绍 咱能把小鬼子给套了吗 陈主席 他们肯定会来 其实今天咱们到了乡家的时候 他们的探子就跟我 我怎么没看出来了 你要看出来 你就当处长了 和尚 有 告诉小杨跟小寇哥 让他们接着呢 你放心吧 这两个小子 你受不了亏的 二水 走 你到对面去 是 来 闻哪儿 你不要打仗吗 你跟我细续 出长 去吧 走 顾业少佐 队伍为什么停下来了 我怀疑今晚是不是八路军设下的圈套 还有 他们现在还在不在村里面 顾业少佐 他们今晚肯定还住在前面村子里 请相信我 你再给我去看看 他们到底还在不在村里面 是 等一下 我跟你一块去看看 赶紧带定 是 好 回事 盔盛主 你看 双兵黑剑 他们就在这个村里里 他们果然还在 回去 把队友带过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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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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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追了 中长为什么不追了 没看到前面是树林吗 再追过去不都白送死了 就你知道啊 你看 打赏战场 是 是 二伍科啊 您住店啊 里边乘 里边乘 好 老板来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您里边请 好 掌柜子啊 您这客栈有多少间客房啊 我这边小也就七八间客房 七八间 这样 这七八间呢 我们今天全包了 有一间客房已经住上人了 剩下的您看行不行 剩下的也行 我们也全包了 挤一挤 老板 你看 我运了一批货 您能不能安排一下放在一个房间上 我那后院可以给您放货 不过您得有个人长期看一看 不然有个闪失我可负担不及啊 行 有个后院放货就不错了 老板 晚饭就有劳您安排成 我这帮伙计啊 肚里头快没有游说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这饭钱得另算 房钱里头是不含饭钱的 掌柜子 放心 钱亏待不了你 好好好 三儿啊 快带客人到后院去下货去 好嘞 掌柜子 挺好了 把货都卸到后院去 卸东西 来 您跟我来 这张子 哎呀 妈呀 这多少好东西啊这是 这都是什么呀这是 你看看这刀啊 怎么样啊 这是小尸本的刀 哎呀 别花了手啊 你们也别伤着我 哈哈哈 喂 这这家伙啥玩意啊啊 啊 这 看不上玩意啊 啊 这怎么回来找的 这这家伙什么玩意啊这是 啊 这这日本人这 能罢啊那是 怎么样 是啊 是啊 开眼了吧 啊 哈 知道你拿的这是什么吗 是啊 他这手榴弹 怎么这样的 哈哈 这个不叫手榴弹 嗯 这叫手雷正宗的德国造 威力啊 比手榴弹大多了 就这 雷 啥 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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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你不要再让我强调 你不要再让我强调 我放我放我 你拿我玩一会儿 靠子 看来 到了 也放给你一句 靠子 靠子有交吧 你得叫我玩会儿 我没关了 我没关了 你还不打着去我 哎呀 让我走 哎 哎 哎 放 把这支枪拔给于大水 给我的 给人家干净 没这么开玩笑的吧 谢谢李文童 文童 这个你用不上 我们是用这个上战场打轨用 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省长安全 这边 对 哎 这不这么夸的 那么多事呢 好 好好好 跟饭堂 来 奖励你一支手雷 也行饭堂 手雷也行 老扣哥我给你换枪我呀 老扣哥啊 我不跟你换 你这挺好的 拿着吧 快快快快快 我踏着那边 这儿挺好 那个你 你你 你们仨 住楼上去 那边那房间啊 你们俩 来 往那边去 快点啊 快过来来 上楼 伙计 怎么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啊 他们是马帮 马帮 马帮也住这儿 不要小瞧人家 有的马帮是很有钱的 快回去睡觉 好 哦 行传君 那两个八路也是在这里住店的 我看那个年纪大的 气都不烦 今晚 今晚咱们睡觉 不要睡也太死了 是 是啊 做次 实际围 雖灯 сп 你什么说什么 天旅长 就算马帮有钱 也不能住这么好的客栈 有时候 我都看见马帮睡在路边上 那是你少见多怪 人家马帮也是人 作为一个革命军人 我们不应当瞧不起任何人 不管他是什么职业 我们都应当尊重人家 还是天旅长您觉悟高 我就这水平 您千万别取笑我 记住啊 以后可再不能这么说了 如果再让我听见 我会狠狠批评你 好 我记住了 我送给你的那本唐诗 看得怎么样了 会背多少首了 您还别说 这一路上 我都学会好多首了 去 给我背着听听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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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柳队长 您这是 茶叶 今晚你们这儿住些什么人 我这住着两位八路军同志 还有今儿刚到了一个马帮 马帮 这样子 好嘞 您跟我来 我们已经历共产党的心脏越来越紧 无论如何 让大家加紧小心 老板 茶叶的民兵在执行公务 把钱您给配合一下 好好好 你们从哪儿来 有编剧中心证吗 问你话呢 同志 他是个哑巴 你是马帮上回答 是 是 你们有偷运货吗 有 有 给 你看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我们有22人 你们都脱运成货 有没有偷运烟土 哪敢偷运烟土啊 运的都是些布匹 还有一些老百姓需要的日常用品 日常生活用品 对 日常用品 你们的货物都放了 那 就在后院的库房里啊 那带我们去看看吧 好好好 来来 这边去 网络军同志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查验查验 听说有敌人在我们边区活动 上级要民间查一切过温人员 首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怎么 连我们也要查吗 人家是在执行任务 快 把证件给人看看 是 不不不 保留军同志 请不要误会 既然是夜查 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快 拿着 是 是 是 首长 打扰你们了 这些人 是可疑人员吗 不是不是 他们都有通行证 他们的货物都放在后院仓库 我邀请他们再去看看 最近一段时间 脱衣面的都不少 好 那样啊 咱们也跟着去看看 是 好